这周台北出现了两位希客 分别是港星郑秀文和香港女神Angela Baby 他们全是为了品牌活动来台 就先让两位美丽女心来比一比吧 顶着大婶头穿着粉红纱裙的郑秀文 有如上女上身 不过润性感度 可就输给了马甲礼服吸睛 美腿若隐若现的Angela Baby了 这个只是一条纱 并不是婚纱 那我想是这些 其实它也有一定的想象力 就可能要给观众有一些的想象的空间吧 但是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杀群而已 其实也没有特别性感啦 就觉得适合SK-2这一次的那个 他们的系列跟这个舞台非常的搭 然后刚走出来的时候 看到画面我自己也吓了一下 就觉得好神哦 有一点点啦 对那有一点点性感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这一个系列的 虽然美艳书人 不过郑秀文的排场 可是完全压倒Angela Baby 毕竟Semi是多才多艺的天后级人物 润资历备份 Baby想要有这样的排场 可得再等等了 虽然全都是为了品牌站台 不过两位女星来台的焦点 却全都不在品牌上 而是大家最关心的感情室 那时候有在台上做丢秀球这个动作 是想婚吗 哪一个 广州丢玫瑰啊 你说要丢秀球 美主突发看见地上有衣和玫瑰 然后就搞搞气 一般人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谈起男友黄晓敏和许志安 两人倒是友之一同 不昏头 不过却都是甜蜜死旁人的 小五视频月 台北报道